到你的金曲战袍 大家可以把那个focus转到我专辑上 你金曲结束之后又开始疯狂的吃吗 因为那阵子你应该都要节食 觉得很辛苦吧 其实我好像有一点 就其实就那一个礼拜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开心 我不会说一定要瘦到什么程度 对有运动吃就好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自从那一刻之后 我觉得哇你好多那种时尚杂志的邀约 拍摄这样 我想问 你觉得那种时尚杂志拍摄会比较累 比较辛苦还是词曲创作比较辛苦 一定是词曲创作 诶你知道杂志拍摄你只要讲 你只要讲 这样就就不会太 没有就还是词曲创作会用很多脑力 对对对那拍摄就用体力这样 是 哇入围金曲 第一张专辑就入围金曲 对对对对很荣幸真的 激获到那一刻 你又觉得高兴一下下之后 然后压力又来了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注目到你一二张嘛 对对对 那我觉得第一句有压力 但我还是我觉得还是以说自己喜欢的东西比较重要 我觉得我喜欢东西观众也会喜欢 所以在第二张开始有在规划比方说要朝什么样的方向去收割吗 或者是已经真的准备好了要推出了有吗 还没还没没这么快 我觉得先让大家还继续消化一下第一张 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人还是透过了金曲之后才认识我 但我觉得还没有听过这张专题 我可以就是 再来推荐给大家听 而你们计划比方说办一些小型的演唱会啊 今年可能会有机会 做一个小专场什么之类的 但我们还在想还在计划中 所以应该就是十月年底差不多吧 对对对对对对инки 接下來這首呢 你們知道誰是黃瑄嗎 嗯 欸 你知道我放下頭你知道 對 黃瑄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音樂人 然後這首歌我還蠻榮幸的 是當時候就是 因為我剛才其實都認識 然後我就邀約他說你有沒有興趣 我們來合作一首歌 然後就說Yeah let's do it 然後我就 我們就做了一首歌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就來聽這首歌囉 好啊好啊 這首歌叫做信你才怪 然後都有MV 然後你們要是有興趣的話可以去 謝謝